各位花友,你們好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視頻 我叫Winnie 今天我是分享一下蝴蝶蘭的種植 蝴蝶蘭是單徑的雀生蘭 原產在熱帶的亞洲 南洋群島等的地方 它們顏色多姿多彩 還有斑紋顏色 外形好像蝴蝶一樣 光照早上有兩三個小時 向東的陽光已經足夠了 陽光過多 它也會灼傷、燒花芽 還有花也會快點借 它們適合室內清涼、通風的環境 在攝氏18至28度都適宜 戶外12度以下恐防會凍傷 淋水太近 也是它們的漸液 土壤方面 是要非常乾淨 才可以淋水或噴水 但是千萬不要淋水或噴水 在葉子中間 在葉子中間 千萬不要濕水 否則葉子會爛 撕肥過多 會有肥害 和爛根 每個月 只可以薄撕一次肥 在花出芽的時候 就撕一些 能和格元素高的蘭花肥 它們的花期有3至5個月長 是很多初學種蘭花的朋友的首選 大多數是會在早春的時候開花的 在土壤方面 我們可以用蘭花專用的植料來做種 用桃粒、水苔、樹皮、珍珠岩等等的植料都不錯的 泥盆或塑膠盆都可以 最好的盆是要多孔的 像這裏一樣 很多孔的 讓它疏氣 這樣就更好 它們的花借了 然後就可以換盆換植料 但是在開花的時候 換盆換植料 那些花就會提到 很凋謝的 而且用水盆的方法都很不錯的 好了 蝴蝶藍淋水是否適當 是由經驗累積的 感謝你們的耐心收看 你們的subscribe和like 是對我無限的支持和鼓勵的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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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